在大航天时代,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天宫农场生产了许多优质的粮食,大宇和小小很好奇,它们是什么味道呢? 刚好麦子熟了,来做面包吃。 太好了! 吃东西可不能用超能体,于是孩子们乘坐星铁,赶到了天宫农场。 要做面包的话,需要面粉,而面粉要从小麦里来。 可是小麦在哪儿呢? 这就是啊! 小麦不是球啊! 这里与地球不同,因为没有重力,就没有上下,小麦就长成这样了。 有意思,有意思! 麦子满天兴! 失重环境,麦子满飘非常危险。 哦,要是吸到肺里,愈可怕。 为了安全,我把它们都收起来。 我这儿,我这儿,我这儿。 哎,看不见了。 哎哟! 哥哥,你这是帮大萌啊? 看来在失重环境收集小麦,不能用普通方法呀。 所以我们需要天宫农场的专业设备,抑压收集器。 麦子收集成功! 对了,我们是来吃面包的。 那接下来就该做面粉了。 我们将小麦一粒粒地脱壳。 哇,一粒一粒的好大呀! 当然,天宫农场的小麦品质保障。 嘿嘿,越说越饿了。 那我们开始磨面吧。 面粉磨好了。 不过,要做面包的话,就需要加入酵母进行发酵。 刚好试试我的超级酵母。 这样就能让面粉变得更加松软。 好耶! 泡泡面包! 好耶! 酥酥软软软! 我口水都流出来了。 这里就是天宫厨房了。 把面团放进料理机。 孩子们都好期待自己做的面包啊。 面团,自己跑出来了。 它变成怪物了。 这才不是怪物,是因为酵母发酵太努力,让面团变得超级蓬松了。 那我们就用一小块,先做一个面包吧。 这次你要乖乖乖地变成面包哦。 哇,好香啊! 饿子了饿不辣。 谁把灯关了? 哦! 面团真的变成怪物了。 还是大怪物。 有趣,我要研究研究。 虽然蓬松,但很结实,而且有粘性。 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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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面包! 现在不是面包的问题,是我们真的陷入大麻烦了。 面团越来越大,这样下去,孩子们就被困住了。 这该怎么办呢? 大雨机智地启动了天宫中的超能体 快跑 把怪物关起来 好险啊 谁能想到一个面团竟然变成了一个大怪物 多亏大雨灵机一动 才让大家脱离困境 面包没有了 小小好饿啊 我 我的超能体 哇 这个情况太有趣了 大牛 亏你现在还能落得起来 多亏我一样停留下 不行 这样面团就没了 面团没了 面包也没了 好生气啊 你 你看我干嘛 大雨 你继续生气 我 为什么 你的超能体在升温 所以 你当我是 加热器 我的太空厨房可非常耐热 能当烤箱用 哇 能不能吃饭全看哥哥了 好吧 超能体加热 谁能想到呢 被面团包裹的超能体烤熟了面团 好香啊 这个味道值得研究 研究什么呀 就是太好吃了 意料之外 孩子们做出了一个超级大面包房子 在这样的好心情中 天工农场看上去也变得更美味了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今天是周末 小小正在双子星基地 学习太阳系的有关知识 在太阳系的远处 有一颗土星 它带着漂亮的光环 小小 我在土星附近 收到了一个奇怪的信号 信号像杂音 仔细一听 却又有规律 这是怎么回事呢 院士 我要去看看 嗯 超能连线 电子连线开启 使用却识别开启 小小识别完毕 超能连线 电子连线开启 电子连线完毕 这里怎么会有探测器呢 你还没有坏啊 休眠结束 需要维修 需要维修 维修 我知道找谁 小小找到了威威安 威威安答应帮助他 能修好他 不过我需要知道他的具体型号 那你是什么型号呢 我 我 我是 是什么 记忆错误 我是谁 你能告诉我 我是谁吗 小小看着失去记忆的探测器 决定帮他寻找答案 原来我们发生了数不清的探测器啊 它到底是哪一颗呢 是哪一颗呢 哦 小小你在看什么呢 这不是寻到九号吗 寻到九号 谢谢院士 我这就告诉威威安姐姐 这颗探测器 它已经失去联系四十多年了呀 有了资料 威威安开始了精确的维修 电池更换 引擎线圈更换 破锁外壳修理 重启 开始 重启完毕 功能完好 你要去哪儿 寻到九号 目标 星辰大海 星辰大海 会一直一直都飞下去吗 是的 我的目标是飞出太阳系 探索宇宙更深处 哇 那你飞得比我们更远 太酷了 我携带着人类的愿望 所以充满动力 那我陪你飞 慢 有点 嘿嘿 啊 嘿嘿 啊 哎呀 主星关怀力碎片太多了 要不我们先停下来吧 勇往之前 继续任务 你这样撞下去 我也没办法修了 这个探测器太呆了 早知道就不修它了 眼看修好的探测器 再一次陷入麻烦 这下 这下该怎么办呢 哎 小小 你还在啊 寻到九号不听话 快把自己装烂了 院士 你有什么办法吗 不听话的探测器 有了 给你它的控制密码 谢谢院士 我有办法了 寻到九号 你等等 请不要阻止我认识 我知道你不会听 所以 输入控制密码 强制制动 好了 现在你看上去听话多了 维维安姐姐 接下来怎么办呢 启动了它又会飞 不启动 就传了太空垃圾 飘在这里了 是啊 不过老探测器 应该可以去博物馆 对吧 院士 寻到九号 的确是个老探测器 迷失了四十多年 再次寻货 放在我们的展厅 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嗯 我觉得是个好主意 我同意 寻到九号 你呢 我不同意 啊 为什么 我的任务 是寻到小组的大家 给我的 他们写在我的程序里 我必须执行 你的确是在执行 人类的程序 可这都过去四十多年了呀 再过四十年 我也要飞 你真是个麻烦的家伙 我不麻烦 我希望完成大家的愿望 一直飞 飞出太阳系 飞向无限的深空 可你根本飞不远 嗯 飞吧 嗯 小小 你这是让他自毁吗 把我的能源 火烧雷达和推进器 都给他呢 啊 理论上可行 不过 维维阿会照顾我的超能体 不是吗 啊 那你没办法 好吧 我再帮你们一次 空间改造平台展开 航天器升级构建开始 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能力 当然了 我们的科技 可比你们那个时候先进多了 谢谢你们 那我走了 嗯 加油 加油 无济山空 我来了 从此以后很多年 寻到九号和小小都保持着联系 他们以后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想知道的话以后再看吧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这样 然后再这样 大功告成 爸爸你看 真不错 我也有个东西给你看 哇 是真正的推进者号 够酷吧 好了 我要去工作了 爸 你装完货箱 是不是就可以休息了 嗯 是的 那我帮你 我让你去工作了 我让你去工作了 你去工作了 我让你去工作了 然而实际操作起来 我推不动啊 看来我要使出全力了 推进全开 大鱼大鱼 你怎么让超能体过载了呢 谁让我的推力不够呢 你等等 我有个东西要给你 考虑到超能体是小型航天机 为了让它功能更强大 我们设计了一些组件 比如这个 高推力搬运组件 我充满了力量 加装了高推力搬运组件的大鱼 灵活地穿行在货箱中 让它的任务变得轻松起来 太棒了 不过我感觉只有手变强了 腿不够强啊 院士要不给我腿上也来一套组件吧 可我现在只做了手臂的组件啊 儿子 看来你得自己想办法了呀 好 说干就干 跟爸爸道别后 大鱼开始自己想办法 卫文 你能帮我造一个组件吗 你不是有手臂组件了吗 我腿上也想要一套 难道说超级机械师做不出来 你可别计较我 这并不困难 只是我缺少了一个零件 矢量喷口控制器 原来是缺一个零件嘛 这个零件去哪里找呢 维修基地珊瑚焦号 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你运气不错 我有矢量喷口控制器 不过 我有个货物需要送到空间工程实验室 对了 要加急 收到 加急完成任务 这次送货的任务非常远 不知道大宇什么时候能送得到呢 都这么晚了 看来大宇没有找到零件啊 算了 不懂它了 我找到了 葳葳 你看 大宇 真有你的 变得连行 大宇 剩下的就交给我啦 微微安的技术果然一级棒 在他专注的工作中 大宇的超能体完成了新组件的加装 现在 他有一双超级强壮的特色 脆了 哇 完美 现在 我可是又快又强了 等等 超能体加装两套组件 我无法保证它能顺畅运行 我对你有信心 出发 大宇似的自信 大宇 我来帮你了 变墙后的大宇 缺了一个箱子不够 他推了两个 这样是不是有点多了 不多不多 还能再加 好 果然组件越多越厉害 下次我是不是还可以再加装一些呢 哇 嘿嘿 嗯 嘿嘿嘿嘿 糟糕 我就知道要出问题 所以 我加装了一个应急处理装置 不会是超级工程师 让我重新连线吧 嘿嘿 又快又强 这是怎么了 超能体无法承载那么多组件 所以我的解决办法就是 把组件都拆掉 那我岂不是没用了 如果一个人可以完成所有的任务 那还要团队做什么呢 大有大的力气 小有小的作用 是啊 个人不是万能的 所以需要团队 于是大宇充当小型的转向机 协助大家一起完成了任务 可惜 我的美梦破灭了 有组件的感觉真是好啊 是啊 加装组件的思路特别棒 如果我们使用的组件 不超过超能体的负载 协助我们想的一样 如果专注使用一个组件 那超能体 那超能体还是能承载的呀 哇 说起来我好期待呀 那我也想要一个 属于大家的专属组件 会是什么样呢 双子星的成员们 都好期待呀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这是一个美丽的清晨 微微安正享受着滑雪的乐趣 这是谁乱扔的垃圾啊 可恶 哈哈哈哈哈哈 动力系统怎么坏了 超能体开始自减 这次的金属碎片 击中引擎 动力系统失效 倒霉 今天我是不是被垃圾给缠上了呀 啊 村长 我们收到了附近的求救信号 向目标靠拢 拦击号 启动 这附近怎么多出一条太空垃圾带呀 发现了 发现了求救目标 是蓝金号 微微安平机 我们帮你脱离困境 机械地启动 请目标开启定位 定位器开启 目标捕获完定 我被太空垃圾击中了 动力系统都坏了 那先把超能体从垃圾中分离出来 然后再做维修 分离作业开始 请你暂时离线 嗯 收到 蓝金号开始了救援 只是在这个太空垃圾带里 事情并不会一帆风顺 请报 请报 太空垃圾向我们靠近了 使用金属护盾 好险啊 这里不停地有垃圾飞过来 蓝金号的机械兵 一只进行着防御 另一只 则展开了维修 请报 请报 来了个大家伙 千军一发之际 蓝金号完成救援 紧急撤离 救生舱 里边有宇航员 跟上去 成功完成目标捕获 不过看上去情况很糟啊 出口被卡住了 只用机械臂的话无法打开 需要展开太空行走 我去救人 船长 我会掩护你的 在垃圾袋中进行太空行走 蓝金号遇到了挑战啊 等了 等了这么久了 怎么还没联系我 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 不等了 这次一个人 这次OYC 美辉也没有 一样 学习 而是 雪 什么 这次 你 就 看上去 我 飞 船长分心 希望她没事 我扫描了她的生命体征 一切平稳 你真是一个好助手 虽然现在是损坏的状态 回舱内 我修好你的超能体 什么飞过去了 雷达上没有显示 我被激动了 糟糕 机械臂不够长 我抓不到了 现在怎么办 别慌 看你旁边 还有一条机械臂 如果 有了 超能体改造 一只手臂不够长 那就用两只 维维安将自己的超能体 与蓝鲸号的机械臂连接 这样 它们的距离就变得更长了 真是危险 还好我的宇航符 没有被彻底击穿 这么下 如果速度够快 一粒沙子都会有巨大的威力 哦 可怕 是啊 我的飞船就是被一个鸡蛋大小的太空垃圾撞碎的 然后飞船分裂成了更多的太空垃圾 真是可怕 所以我决定现在展开一项新的任务 明白 为了宇宙航行的安全 蓝鲸号决定清理这一带的垃圾 至于维维安呢 他现在觉得 不论是地球还是宇宙 垃圾都要好好地收捡起来才行呢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哥哥 你说大航海时代有海盗 大航天时代也有海盗吗 我觉得 有 可是我没有见过 大雨萧萧 我有一颗探测器突然消失了 丢了 难道是被海盗抢走了 海盗 这又不是电影 你们放心 好了 那我去 坐标在水晶DF9901区 好 两个连线 两个连线开启 大雨时间完毕 小火时间完毕 插入一起动 两个连线完成 在宇宙中搜索目标很难 孩子们能找到吗 这有什么难的 信号定位 这就是院士说的探测器 我们找到了 这是什么呀 哦 这里是哪里 这是我的 哥哥 想想办法 哥哥 好黑啊 好黑啊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哥哥 别怕 我们这是白天哪 对啊 吓我一跳 哼 是谁把我们的探测器抢走了 不知道 难道是海盗 海盗 可恶 照明装置开启 有了光我就不怕了 咱们去把探测器夺回来 嗯 嗯 这 这是氧气 嗯 哥哥 海盗船上不是有枪有泡吗 怎么这里全是植物和动物 搞不懂 或许这个海盗喜欢种地养鸡 看 那是我们的探测器 没有 没有 没有海盗的机器人 我们回去吧 进步 高级进步 哥哥给我 这次我不会松手了 小小 快走 海盗胆子也这么小 海盗 在哪儿 你就是 你们闯入了我的飞船 偷了我的东西 你们还是海盗吧 这个探测器是我们的 这个探测器 因为电磁报失去了信号 没人认领 根据宇宙公约第26条 我有权利回收这个探测器 不对 不对 这个不是没人认领 它是祁愿式的 祁愿式 祁愿式 快走 喂 你们别走 小心哪 好险了 他为什么要让我们小心哪 谁知道呢 太阳风暴 失去连接 实去连接 原来它是提醒我们小心太阳风霸 不管这些了 启动紧急量子连接 哎呀 糟糕 糟糕破坏了我的控制器 孩子们的超能体像两只无头苍蝇一样 更麻烦的是 它们被水星的重力捕获了 这样下去 我们就要坠落了 加油 飞起来 哎呀 方向是反的 失控了 停止动力系统 接下来 交给我吧 速度同步锁定 救援机器人起飞 推进器全开 离开水星重力氛围 为什么你要帮我们呢 根据宇宙公约第一条 人类互相之间 必须提供最大程度的帮助 你 你不是海盗啊 我只是一艘普通的巡游飞船 对不起 是我们误会了 吉姆船长 对不起 我已经查看完星球识别码 这的确是积愿式的 你们拿回去吧 可是根据宇宙条例 你可以收下这个东西 第二十七条规定 确认所属的资产必须归还 谢谢吉姆船长 没想到你们真的把弹琴器找到了 本来以为遇到了海盗 谁知道遇到了一位好船长 看来你们今天过得很有趣啊 院士 我给你说说看啊 首先呢 我们 谁在说话 在浩瀚无垠的宇宙 人类只有相互的帮助 才能飞得更远 才能飞得更远